当一个男人静静地想你的时候 他可能不会去打扰你 他会拿出手机打开微信 默默地输入一段话想发给你 可是到最后他又一个字一个字地撤回 对着手机发呆 男人就是这么奇怪 男人想你的时候会完全变了一个人 男人想你的时候在微信上会有这三个表现 你知道吗 一 在他心情不好的时候会找你 当一个男人分场想念你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会经常在微信上面去找你 当他心情不好的时候 他所想到的第一个人就是你 也许男人心情不好的时候 我们都会觉得他们去喝酒 或者是去一些娱乐场所 把自己心中的情绪给宣泄出来 不像我们女人在自己心情不好的时候 就知道出去逛逛街 不停地疯狂购物 和好朋友一起出去玩 把心中所有的不好情绪都给发泄出来 可是如果当一个男人 有一天突然在微信上面找你 并且和你不停地在说他心情不好的事情 这个时候你就应该明白 你在他心目当中的地位 有多么的重要 因为一个男人他不会无缘无故地去把自己的心事告诉别的女人 我们都知道男人都具有大男子主义精神 他之所以把自己的心事告诉你 是想让你去安慰 所以如果当你遇到这种男人的时候 你就一定要懂得珍惜他 啊 总是每天会定时地告诉你今天是什么天气 当一个男人非常想念你的时候 你会发现每天当你醒来的时候 你的微信就会不停地在响 或许这个时候你会觉得这些人很烦 总是会打扰你的美梦 可是当你打开手机 看见某人正在给你发微信的时候 你会觉得这个人非常的用心 然而这个人却是非常想念你的那个人 因为只有当一个男人非常爱你的时候 他才会每天不断地给你发消息 并且告诉你今天是什么天气 如果对于天气冷的话 他会告诉你出门一定要记得穿外套 不要糟粮 也不要吃冷的东西 毕竟女生吃冷饮对身体不好 如果今天是下雨天 他就会提醒你出门一定要记得带雨伞 不要把自己淋湿了 这样会对自己的身体没有好处 从而会使自己感冒发烧 如果当一个男人这样去关心你的时候 你一定要很耐心地听他讲 因为只有一个真正爱着你的男人 他才会不断地去关心你 此时你应该懂得他的好 女人都希望自己能够找到一个真正爱自己的人 此时你的白马王子就出现了 三 经常会去你朋友圈看看你所发的照片 当一个男人想念你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每天都会去在微信上面 关注你所发的朋友圈 每次在你发朋友圈不到一分钟的时候 他就会去秒赞 有的时候他会去你朋友圈查看你的照片 当他看到你所发的照片时 他脑海中所回忆的都是你们两个人 曾经在一起的点点滴滴 总是在回忆着过去 你们两个人当初在一起 有多么的开心 是多么的恩爱 所以当一个男人有这种表现的时候 你就应该懂得他是真心爱着你的 因为男人不像我们女人比较细腻 只有一个真正爱着你的男人 他才会很用心地去对待你 并且每一天都会关注你的一举一动 因为他想像父母一样把所有的爱都分享给你 他总是想把你照顾得很好 不想让你受到任何的委屈 并且他们总是会把最好的东西留给你 只有一个男人真正想念你的时候 他才会在微信上有这种表现 所以当你在微信上面 遇到这几种男人所表现出来的行为 你一定要明白这个男人非常的想你 也非常的爱你 我们都知道 能够遇到情投意合的人不容易 且行且珍惜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